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谈的是 泌尿道结石的新治疗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是结石的浩发地带 包括肾结石、输尿管结石 也有现在膀胱结石 那大家都知道肾结石如果痛起来是要命 那是我们的人生十大痛 仅次于生残的痛 那肾结石过去我们 早期都是要用开刀的方式 把肾脏结石取出来或输尿管结石取出来 后来我们就有了输尿管结石 这个肾脏镜取石素 我们可以利用肾脏镜 利用这个夹石钳 或者是用碎石的一个雷射 把石头打碎 但是对于肾脏的一个大的结石 我们还是需要用精疲穿刺的肾取石的方法 这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要把肾脏打一个洞 然后用这个结石前把石头 这个集碎之后再取出来 对肾脏来讲都是一种伤害 所以现在呢 我们有一种内视镜的手术 我们可以经由软式的输尿管镜 进入到肾脏 然后呢看到石头之后 再用高能量的雷射 把石头集成粉碎 让它排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对比较中小型的结石来讲 就不需要经由肾脏的取石 这种对肾脏伤害比较大的一个治疗方式 来完成这个结石碎石的这个目标 但是这种手术呢 还是需要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肾脏如果结石太大 比如说大于三公分 那我们可能要分次来做 而不能说一次完全把它做完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不过有肾脚脂的人至少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我们可以不用担心 需要用肾脂的肾脏取石素 这种伤害肾脏的方式 所以呢有肾脚脂的人 一定要特别注意要多喝开水 定期检查 不要让你的结石变大 只要你结石还在中小型的一个程度呢 你都还有机会使用这个肾脏镜 用雷射把它集碎 然后完成结石碎石的目标 才能干扰 少论 这种肾脂的肾脂